王仪嘉同学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7级市场营销专业的本科生 哈尔滨大人文社科学院学生会主席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12届十家大学生 本科期间参加了2019年的黑龙江俄苏东杯大学生夸青天上创新创业大赛 获得了胜级二等奖 并在2019年获得了黑龙江高校学创备的大学生创业生涯综合门移大赛 和第二届黑龙江大学生企业运营仿真大赛共参等奖 下来由王仪嘉同学来再给大家演讲 另外就是大家要注意控制一下时间 请不吝点赞订阅 大家好 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王宇嘉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校园应急管理英文文献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以下我将从研究背景、研究过程、结果和结论四个方面来为大家详细地进行介绍 校园应急管理是指对校园的自然灾害、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安全事件等突然发生 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的校园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理的有序的管理 这些事件的特征一般就是事发突然、影响巨大、后果严重 校园应急管理领域的英文文献最早的一篇是发表在1977年 近年来,对于校园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 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校园暴力、灾害、创伤、突发疾病等类型的校园突发事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其中,校园暴力、脑震荡和牙齿损伤这三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过 通过应急教育、培训、行为干预和宣传引导等积极有效的方式 可以促使校园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甚至于不发生 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校园突发事件造成的财产损失减少 人员伤亡也减少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校园应急管理的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例如突发事件管理案例数据库和在线脑震荡监测工具等 这样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的管理方式也陆续的出现 1969年,文献学家普里查德首次定义了文献计量学 他说,文献计量学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综合方法 目前,文献计量分析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来评估机构、国家机构、国家合作者的生产力 确定国际合作和地理分布 探索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因此,我们选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来分析近年来校园应急管理领域的英文文献 从而探索出研究热点和研究的缺口 我们的研究过程是 首先,我们确定了校园应急管理的定义 将校园、应急和管理这三个关键词进行了扩充 制定出了检索策略 接下来,我们根据制定的这个检索策略 在Pubmai的Web of Science和Mbase三个数据库当中进行查阅文献 然后筛选掉了不符合我们主题的文献和文献类型不符合要求的 初始获得了400余篇文献 后来经过小组的讨论和结合定义进行进一步的比对和筛选 最终获得了300余篇文献 我们从筛选出的这300余篇文献当中提取出了文献名、国家地区、发文时间、校园类别、紧急情况类别、人群和管理方式这六个方面的信息 进行了年份与年发文量、地区、国家与发文量、学校类型和重点关注人群、紧急情况类型和发文量这几个方面的统计学分析 得出了相应的结果和结论 在统计学分析的第一部分 我们做了年份和发文量的组合分析 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年发文量整体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又可以根据增长速度的不同分为三个阶段 是潜伏增长期、波动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 第二部分 我们将地区国家和发文量进行了组合分析 可以看出北美、亚洲和欧洲对于校园应急管理这个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活跃 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发文量相对较少 目前这个领域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的发文量占总量的50%以上 第三部分 对校园的类型和重点关注人群进行了组合分析 发现各级各类学校的应急管理 都会重点关注学生、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这三类人群 同时随着校园的学校等级的提升 对于学生的关注度是逐渐增加的 对于教师的关注度是逐渐降低的 并且随着学校等级的提升 对于人群的细分也是越来越详细的 这个就比如说是 在幼儿园的应急管理当中 重点关注的人群仅仅有四种 是学生、教师、学校的管理者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但是在大学的应急管理当中 重点关注人群就增加到了有十种 比如说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和校医院的医生 校医院的病人也被纳入到了研究范围当中 第四部分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 发现目前突发事件的类型 可以分为创伤、灾难、校园暴力、疾病、炸弹袭击等等 其中以创伤为主题的文献占比是最大的 创伤、灾难和校园暴力 相关的文献也是逐年增多的 创伤中的脑震荡和牙外伤这两个话题 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同时我们也对现有的一些管理方式进行了整理和总结 从而得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就是北美的文献数量较多 非洲、南美、大洋洲的文献数量是较少的 整体呈现出了很大的区域差异 因此应该加强国际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先进地区来帮助落后地区逐步拉平这个区域差距 第二就是在现有的文章当中 我们发现只有七篇是针对特殊类型学校应急管理的 就比如说是聋雅学校和农村学校这种 所以说对于特殊类型学校的关注度还是不够的 并且现有的人群细分也有一些缺口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结合着这个表格来看到 这个表格的横轴是学校的类型 纵轴是各类学校应急管理 重点关注的人群所占的一个比例 学校的类型可以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然后这里有一类相对比较特殊的 我们在这里标注为各种类型的学校 是因为有一些文献它所研究的是普遍适用的 并非是针对某种特定类别学校的一个应急管理 所以我们这里这样来标注 那么整体来说 在体育的这个方面 小学阶段的研究仅仅提及到了 对于教练员的一个应急管理 但是没有提到对于运动员是如何管理的 在中学和大学的应急管理中 才将运动员的管理补充了进来 那么在医疗方面 针对小学、中学、大学应急管理的论文当中 都提到了护士和校医院的一个管理 只有幼儿园的应急管理的论文 没有提到学校的护士或者说校医院的作用 同时幼儿园的应急管理 现在只是针对四类人群 有学生、教师、学校的管理者 和官方的决策者这四类人群 没有提及到对于家长的一个管理 而在幼儿阶段对家长进行有效的管理 可以促使家长对孩子来进行良好的安全教育 很好的预防幼儿园突发事件的发生 帮助幼儿园的应急管理体系更加的完善 另外呢 针对各类学校应急管理的这个文献当中 它多是集中在对于学校管理者的一个管理上 对于其他人群的关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然而管理应该是普遍的联系的 所以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和其他的人群 进行相互的配合 来形成更加系统的校园应急管理体系 所以对于关注的人群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进一步的完善 可以提高校园应急管理整个体系的灵活性和全面性 提高校园应急管理的效率 那么第三点通过对管理方式进行总结整理 我们也发现缺乏对于学生应急后的心理干预 而无论是重大的创伤 灾难还是校园暴力 对学生的心理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对于学生的这个应急后心理干预 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短期或者长期的心理治疗 使学生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最后我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7级的本科生 是就读于市场营销专业 在学院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同时也是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全民健康素养素兼分会的青年委员 并于去年10月加入了健康与医学科普理论研究课题组 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在校期间呢 学习之余 我参加了一些与我专业相关的技能大赛 获得了三项省级奖项 曾获得十家大学生 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学生干部等领域称号 2019年5月 曾加入学院的社会事件团队 去贫困小学支教 2019年10月 有幸参加了哈一代医学人文团队 赴俄罗斯远登国立医科大学的 短期研修和交流访学活动 在科研方面 在校我负责的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现在已经解题 并参与发表了一篇论文 自2019年10月加入课题组至今 2019年的10月至今年2月 我完成了校园应急管理 英文文献 文献计量学分析 这一个论文 论文现在已经成稿 并处于SCI的在头状态 从今年3月开始 负责医学生基于VR技术的 未经三地模型教学接收医院调查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设计了调查问卷 在2020年7月加入了医患关系与科普政策小组 并负责了基于患方满意度测评体系的 健康类科普需求分析 语精准传播服务体系研究这一课题的 总体统筹设计工作 最后呢 我想跟各位老师同学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十分感谢今天能够有幸参加这次研讨会 和各位老师同学相互交流相互分享 在课题组的这一年里面 我也接触到了与我自己所学的专业 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知识 也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 优秀的学长学姐和同辈们 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可能会有为难的情绪 但是看到课题组的其他伙伴们 都是利用自己的课语时间 来前新的钻研 前新的科研学习 都有着十分严谨的科研态度 然后课题组这种浓厚的科研氛围 也一直是熏陶着我 同时也一直在激励着我 在这里尤其要感谢的是吴一波老师 在这一年里面对我的帮助 我不懂的知识都耐心地给我讲解清楚 然后对我的项目和论文 也给予了许多的指导 许多的建议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也收获到了很多 今天分享的是我第一次接触 并且管理这个领域完成的一篇论文 从前期的查阅资料 到后期的数据采集 让我了解到了许多 我没接触过的新知识 也让我体会到了 最重要的是要勤于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每一个研究都是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需要自己去找文献 查资料 然后抓住问题的本质 来寻找一些规律 也要时刻地保持耐心 保持严谨 也让我看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和课题组的伙伴们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共同成长 无论是在课题组的学习和研究 还是在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上 都让我感受到了 科研中的情怀 和科研中的温度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继续 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 多多帮助 多多指导 谢谢大家 感谢王宇佳同学 从研究背景 研究过程 以及结论等方面 针对校园应急管理 因人文献 计量学分析 做了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欢迎 北京大学临床药学专业 2019级专业研究师 这些研究的研究